我们要证告美方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国干涉 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 坚定不移 我们再次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停止利用上述涉疆法案 损害中国利益干涉中国内政 否则中方必将坚决反制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完全由美方承担 下一步形式如何发展 完全取决于美方的实际行动